台中南屯文中四九用地迟迟未僻建学校 为了空间有更好的利用 并且给地方一个更好的运动场所 明代乡市府教育局争取了350万元 盖一座两面篮球场 启动第一天里长就九团比赛 庆祝运动空间再加一 投篮得分 这座位于南屯文中四九新盖的篮球场 今天正式启用 公募前走这里是闲置的 所以可以利用我们地方需要的建设 可以建设在这里 这个可以造就我们风树里所有的子弟 还有我们附近的喜欢打篮球的 可以在这边打篮球 因为在篮球场很多在 很多抗议在我们的住宅旗旁边 所以在这里都不会影响人家 所以可以打到天亮 丰安公园的小朋友打球经常被检举 被赶我们看不忍心 因为我风树里风暗的小朋友 不只风树里 正平风乐 很多小五指都跑在这边打 变成说家长跟我成抗了很多事 所以说毅然决然的 来拜托我们教育局 穿着西装衬衫就忍不住抢先试用 过去地方缺乏运动空间 居民只能到住宅区的公园打球 但常常遭投诉扰民 因此明代就向教育局争取350万元的经费 在文中四九盖了一座两面标准规格的全场篮球场 未来要打正式比赛也没有问题 球框也使用台湾制造的弹簧框 不只活化土地 也给居民更完善的运动设施 教育局去做目前台中市我们市府已经取得的 教育用地的部分做一个盘点 那盘点的部分我们就盘点出说 其实这一块地文中四九 其实它很适合做运动设施 那教育局会持续的去盘点台中市 目前还没有设校的学校预定地 来做更多的有关供民众使用的休闲空间 闲置空间变身社区运动天地 让地方居民尽情挥洒汗水 再也不必担心被投诉